哈喽哈喽哈喽 我呢这次是拿到了这台全新的2020款的哈佛H9了 然后我们一路开到了老掌沟这个地儿 因为你也看到了 现在我们几乎是停在一个坡上 然后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感觉 也就是说这个全新哈佛2020款H9的公路驾驶感受 其实它跟之前老款的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车型 而是一个比较大手笔的中期改款的这么一个车型 那关于它的公路驾驶感受 还有它的动力表现 之前你们也知道我在这个实验场里 在高环上也把它在满载的情况下 开到180公里每小时了 所以动力表现也还OK了吧 就因为你平时在马路上是没有机会把这个车开到180的 但是在那儿我拉满了一车人 把它开到了180 而且我们在车里还录了一段视频 还跟大家说了一下 它当时的这个隔音的表现 那其实完全还可以接受 而且我们实际呢 开过来 从北京开到老掌沟这个地儿 在一路上的它的噪音的表现也还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这台车轮胎呢 我们是换了百路池的这个KO2的AT的轮胎 那其实AT胎比普通的这种 HT的轮胎的噪音是会稍微大一些些的 但这一路110 120过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在动力总成上呢 它还是2.0T的一个涡轮胎发动机 加上一个8AT的变速箱 动力参数是稍微有点变化的 然后马力变小了 变成224马力了 但是扭矩变大了 变成了385牛米 然后最大扭矩的输出范围是从1800转开始的 但是它的这个2.0T的涡轮胎发动机呢 是兼容92号汽油的 然后油耗方面 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点啊 然后你们也知道就是前两天我发微博 当时是赶上中秋节放假的第一天 然后我去到七北城去 当时给这个H9去换这个轮胎 当时我在一个地儿堵车 已经堵到什么程度了啊 就一公里的路 我真的走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在这么一个时间 当时平均时速 这台车已经给开到了17公里每小时吧 那在那个状态下呢 这个车的油耗大概是16.2 那已经真的是很堵很堵了 然后呢 我们一路开到老掌沟 在这一路上 那油耗真的就很低了 因为这台车当它一挂上八档的时候 那转速就很低了 那车速能维持在110 120这么来跑 那它的油耗瞬间就下来了 基本上如果你是跑高速的话 大概你打9个油10个油的谱就OK了 然后稍微综合一下呢 我也看了一些其他媒体测试的数据 大概是13个油左右 是比较靠谱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但已经不像之前六速那个版本的哈佛H9 那么那么的费油了 而且再说一遍 它支持92号汽油 对 然后呢 日常开起来的问题呢 还有哪些就是它的辅助驾驶 并不是像它形容的像能达到level 2 那个级别 它的车道保持呢 还是会稍微有一点欠缺 但是呢 厂家也说他们的车是支持OTA的 不知道在后期这个功能是不是有改进的可能性 对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跟车 它的ACC 跟车的逻辑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它跟车的这个反应的速度会稍微的有一点慢 按咱们这个日常驾驶的习惯就会说 可能容易被人家插队 对 也就是这么些问题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车里面也知道 它多了很多跟越野有关的功能 包括这个坦克掉头啊 包括如行啊 包括这那那这的 还有360度环影啊 这些在这个车上现在都有 但是它的这个车机系统的菜单用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复杂 你真的得去学习一下 不然的话可能有一些功能你会找不着 呃 我甚至觉得这个关于它的车机系统啊 呃 可以去单独 我来给它做一个视频 然后你单独学习一下了 如果你真的是买了这个车的话 因为太多功能 你得点一下两下 或者三下 你才能够进去啊 然后当你把所有的这些功能 尤其是辅助功能 越野的辅助功能全部都掌握之后 那其实对你在越野这件事上还是很有帮助的 对 这就是基本上这台车 呃 在公路上开着的一个 噢对了 还得多说一句 就是公路上我们开过来还发现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的避震器的调校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跳 我认为这个可能对日常驾驶呢 会有一些些的影响 对 其他的像隔音啊 动力啊 等等等等 还有油耗啊 我基本上都满意 但唯独就是它的底盘会有一点跳 这个是我不太满意的 然后呢 你最关心的一点 就是我来到老掌沟之后 它的表现怎么样 哈哈 接下来呢 我就会给你展示一下 因为这台车 我们去走了老掌沟比较典型的两个地儿 一个呢 有难度的就是康恒沟 因为那的沟已经被挖得很深很深了 我毫不夸张的说啊 看我守这个高度了吗 那个沟绝对有接近一米深了 那种大的交叉轴的沟 你受得了吗 这是康恒沟 然后再有就是好汉坡 那在这个两个障碍呢 我都考验了什么呢 主要就是用它的如形 我用它的最强模式加上如形 也就是打开三八锁加上如形 然后让它去自己经过 我呢 只是扶好方向盘 然后通过这个360度环影 看好它的线路 也就OK了 那你猜它的表现怎么样 看后边的视频 现在我一直都是在用如形来过这个康恒沟 这几个非常深非常大的交叉轴 但基本上看着这个360度环影的这个辅助的镜头 然后脚不用管 拔好方向盘就OK了 然后三把差速锁现在都打开的状态 用低速如形 自己它就把这事给办了 很轻松 真的很轻松 我现在呢 就准备要爬这个好汗坡了 然后也是用这个如形模式 然后在如形模式的呢 我把车速开到中间位置 然后三把锁都打开 现在就慢慢让它自己去执行这个如形前进 然后把车开到好汗坡底 看看它表现会怎么样 现在理论上就应该是最强模式了 好 现在我的脚在这儿 然后关于路线呢 我可以看着中间的这个屏幕 因为上面有这个辅助的360度的环影 我可以去参考一下我车的路线的选择 很轻松啊 现在已经走到中段了 很轻松 现在我用如行模式中间的这个速度的比例 然后大概一直把车速都是维持在8公里 9公里每小时 然后三把锁全部开启最强模式 低速四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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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脚在这呢 现在我已经马上要到坡顶了 你说不了吗 搞定了白总 然后用如行模式顺利开到了坡顶 你们来吧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 应该算斗坡缓降 其实我是把它的如行模式打开了 等于这个 第四的如行模式就包括斗坡缓降功能 然后我现在就正在下这个好寒坡 其实很简单 你看我脚在这呢 然后车速呢 你可以自己去用那个巡航的拨杆来控制 然后现在车速呢 基本上是控制在6公里面小时 为什么我喜欢用这个斗坡缓降 而且我也建议大家用这个斗坡缓降呢 因为其实像这么复杂的一个路况 它在往下放的时候 你比如说有某一侧的车轮在打滑的时候 它可能会给去某一个来施加这个刹车的力度 但你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个操作的 因为你没有四只脚 它也没有给你提供四个刹车踏板 所以其实像这种辅助功能 会让越野这件事变得特别特别的简单 那像现在我就以一个非常稳定的速度 然后6公里面小时跟7公里面小时 然后转速就保持在一天二一天三 就在慢慢的往下放 然后它整个ESP啊 还有这个刹车系统啊 就一直在协同工作 你可以看到仪表上这个一直在闪 说明它的刹车一直在不停的去配合工作 看到了吗 仪表上 这个斗坡环降的这个工作的提示灯一直在闪 然后看我的右脚一直在这 然后我现在是在干什么 我现在是在下好汉坡啊 朋友们 然后这边呢是给你提供了这个视频的辅助 通过360度的环影 你可以看到你的左前轮右前轮的位置 还有你正前方的位置 这些都是特别有用的辅助的信息 然后反正我就是把这个就就就 就这么慢慢把它放就OK了 对 而且这个因为它这个哈勃的H9用的是电子的换挡机构 那么包括你在用它的如行的时候 即使你在爬坡有这种打滑 然后固有的这种情况 你也不用担心说它的换挡系统会从D挡调为N挡 因为它不是一个硬连接 所以是不是听起来和看起来都好简单啊 好轻松啊 对 就是这样 科技在使驾驶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简单 当然了你也要去注意有一些这个 起码的准备工作 那你像我比如说在下坡之前 我就会在刚才坡底呢 我就把这个胎压给放低 来增加这个轮胎的附着力 你不要去不要去试图啊 挑战这种啊 我什么模式都不开 我就要挑战这挑战那 那不靠谱 你知道吗 你看我即使是下坡 我一到这个坡跟前 我就把呃低速四驱打开 那等于现在我就是低速四驱 然后再加走坡缓降 啊不应该叫做如行吧 全套 全套 然后就这么轻轻松松的 反正马上就到坡底了 到这块稍微缓一点的时候 我甚至都会觉得车速 可能有一点点的慢了 所以我这会儿呢 就可以用这个拨杆呢 来把这个车速稍微放快一点点 一丢丢 你看现在车速是快了到九 我觉得还是再慢一点吧 设定到八 七 哎这样会比较合适 快了还是不太好 但现在我还有 两个格可以去把这个速度往上降 听到了吗 ABS在工作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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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声 你有没有突然发现 你越野这件事怎么变得那么的简单了 你说得了吗 当然了我在整个这个视频里也有一个动作啊 就是我甚至把脚往外拿了一下 让你去看一下 证明我的脚没有碰刹车和油门 但这个动作其实是不应该的 而且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在自己玩的时候 我建议你千万不要这样 即使你用了像如行这样的辅助模式的话 你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边上 随时准备去介入 对这一点切记切记切记 懂了吗 切记 然后呢 再有就是这个 调这个如行的速度的时候 也要切记 一定要先从慢开始 然后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去调整是要加还是要减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这也有一个小瑕疵啊 就是当我把轮胎 气压放低了之后 它如行的那个界面 一会儿就会提示我一下胎压 一会儿就会提示我一下胎压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在后期 可以改进一下 就是当我打开低速四驱加如行的时候 你就不要跳出其他的报警 来警示我了 因为我觉得那样会影响我的驾驶 这是第一 第二 还有就是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台车 我们来到老掌沟 进行刚才所有的操作 轮胎 我是改过的 这是换了百路池的KO2 而且呢 当时我们到这个沟的时候 我现在有一个习惯 我一到沟口 我直接就把气压给放到了1.0 保持一个很低的胎压 这样会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 直接就是一进 老掌沟就低速四驱把后锁都打开了 基本上让它都保持一个比较强的模式 然后在通过这些比较有难度的障碍的时候呢 我呢 也就都直接开三把锁了 对 就是这样 就是不要去逞强 直接开一个最强模式 这样是最安全的 因为你真的如果是在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 去限车了 你再去开锁 那可能就会有一点尴尬了 然后还有呢 就是关于这台车 大家都特别纠结啊 说这个一顿的差速所 到底算不算差速所 是吧 那个你们要是喜欢争论这个问题 可以找银哥继续去探讨 因为银哥关于这个事呢 也给你们录了一个特别详细的视频 到时候我在微博里把链接也会分享给你 但对于我来说啊 我只关心实际的效果的表现怎么样 反正在老掌沟 这么夸张的康沟的这个交叉轴 还有包括好寒坡 上坡 下坡 反正效果你也看到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锁还是OK的 我已经不太care 它怎么去被称呼了 对 我呢 自己此时此刻已经定了一台这个全新的2020的这个哈佛的H9了 我又说错了 不应该叫全新啊 应该叫2020款的哈佛H9了 但我选的配置跟这个是有所不同的 我是选了17寸圈 然后选了不要后面的这个外挂的备胎 然后选了一个7座 因为当时我是想要5座 但它5座其实是一个高配 反而会更贵 因为它会多一些这个 在后排的一些豪华性配置 但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都没有用 然后再有呢 就是三八锁 如行坦克掉头 这几个跟越野有关的配置 我也都给选上了 对 这是我自己选的那台车 所以交车需要等一段时间 OK啦 那这次的小报告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聊 怎么样 看的过瘾吗 就在这儿聊到这儿聊天呢 对 这儿聊天呢 就在门上哪儿聊天呢 接下来也 esper认啊